由於確診人數不斷攀升 各地醫院急診室 湧入大批民眾等著做PCR採檢 為了確保醫療量能 指揮中心宣布 無症狀者快篩陽性 才可以採檢PCR檢測 臺北市長柯文哲也宣布 即日起北市各大醫院住院門檻拉高 需要用到氧氣病情嚴重者 才能夠住院 其餘在急診 門診來處理 進行分流 另外也補貼低收入戶 每人五百元買快篩劑 最慢十七號會直接入獎 醫院急診室外頭排了長長的隊伍 他們全都是在等著做PCR 這裡是北市內湖的三軍總醫院 同樣的排隊潮也出現在高雄 致力德棒球場篩檢站 等篩檢的汽車隊伍 也排到閻愛河的河東路路邊 為了避免大量民眾前往醫院急診篩檢 造成急診庸塞 指揮中心宣布無症狀者 快篩陽性才可採檢 PCR檢測 也希望各地方政府依疫情的狀況 增加開設社區篩檢站 國內新冠本土確診病例不斷攀升 其中臺北市二號新增三千七百一十八例 市長柯文哲表示雖然確診數比一號的四千一百三十四例下降 但這只是廉價期間的假象 而且這兩天社區陽性率飆升已經來到百分之六四點八 預計接下來確診數會再上升 因此他也宣布即日起北市各大醫院確診者住院門檻拉高 需要用到氧氣病情嚴重者才能住院 其餘在急診門診處理進行分流 並補貼低收入戶 每人五百元買快篩劑 最慢十七號直接入帳 柯文哲表示目前北市一天的PCR量能 可以做到三萬多 但得保留給快篩陽性的民眾 除了北市聯誼七大篩檢站外 二號再加入三總 在院外增設急門診 也這樣動員醫學中心等建立處理快篩陽的地點 會想辦法讓上午下午夜間都能篩檢 另外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疫情持續擴大 目前已有兩百二十三人確診 其中在第一果菜批發市場確診人數累計一百九十八人 對此農委會宣布 三日凌晨起快篩陰性才能進場拍賣 將實行一週以免確診者增加影響交易 記者綜合報導